申報疑似造假 柯文哲前一天發文會嚴肅面對 重新查帳後繼續審議 但隨著尼奧時樂公司接連聲明打臉 憑空消失的九百一十六萬還沒釐清 又被爆出這一間十間公司很可疑 柯文哲競選經費總計支付 前兩名是尼奧木可 但排名第七的時間 打開粉專沒有貼文 只有兩人追蹤按讚 台灣公司網顯示 二零一七年四月創立的名字 是軍與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負責人變更持股 隔了近五年 是逢總統大選競選期間 在二零二三年七月 軍與國際變更時間有限公司 監察院資料顯示 變更完三個月後 從十月開始 每個月就收到柯文哲競選宣傳支出費用 七百萬 兩百萬 一百萬 總計三個月千萬宣傳費入帳 他這個變更公司的這個時間點 確實是蠻特別的 唯一能夠出來解釋清楚的人 還是李文中李文娟的這個 這一對所謂的兄妹 公司變更後就拿到千萬預算 隨著尼奧時樂申報造假事件爆發 也引發聯想 相關爭議疑似是 柯文哲競選時的管政人李文娟 至今神隱致電時間公司 非上班時間 五人接聽 吊詭的是總機自介 近視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 經流議題民眾黨強調 目前仍在清查核對中 相關問題待釐清後向大家說明 但細節一天沒交代清 柯主席孔南輕易過關 三雄黃宇凡文宣 台報道